这冷泉水源自于黑河源 至醇至净 也至寒至冷 本来就是遏制这世间一切的力量 可它还要在水下强行地运用功法 去加热这冷泉水 消耗那也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作多情 但是我发现 你最近有把我们成婚 假戏真做的苗头 如果是误会 那自然再好不过 如果不幸被我猜中的话 麻烦你克制一点 即使这样的话 我就用名垂青史墨 为你书写 保昏书万事永存 这写的什么东西啊 这文中的字只有老夫能够翻译 到底想做什么呀 我要你们俩成亲 一起练就一起练 但为什么非要成婚 必须成婚啊 我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 是啊 好 我们成心 你说这燕姑娘 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 怎么这会儿听着 香烧嫁给龙主吧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别吵 你俩成亲就别叫我啊 我是不会去的 让开 让开 听这个动静 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 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 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 她会喜欢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不到 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 包子 我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啊 我想自由自在 飞黄腾达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飞黄腾达 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 更默契 我胜于白小生 你在干嘛 我在看你在干什么 我在洗澡 她喜欢看人洗澡 你有病啊 我们还是想办法 先离开这个地方吧 你可知 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 是十二月间 以北斗七星之斗柄 遥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季节 会分别指向 十二日 也就是十二月间 就是十二个月份呗 中月见银 二月见毛 三月见晨 四月见四 我手上的三就是三月 刚好对应 你手上的晨 如此说来 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 我们必能出现在同一时空 那倘若 白小生的生肖也对上 我们三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 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 对 赵公 公子正在医治眼疾 你怎能不经通船便静止入内 收到消息 玲珑天药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 天药他来了 嗯 可玄门诸多门派 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 今日传来消息 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药 否则便威胁我等 再起玄妖之战 你还没想到 苏颖 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她的事 她才会如此 那苏颖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 她杀了玲珑 玲珑 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 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 能治灼伤 别难过了 是吧 抱歉燕灰姑娘 我总算明白 原来那天晚上 天药赐我星河 套护心灵 也是无奈之举 真正的罪魁祸首 应该是素颖 我或许应该原谅她 她 这幺龙的功法 为何忽然变得如此厉害 之前在永州的时候 她都 那是因为 她拿到了不心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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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配不上你 你既也被黑器所困 不如我也帮你一把 你这是干嘛 我跟你讲啊 我跟她可不一样啊 你这一刀下去 我可能就没了 奥辉她这个人杀心尽重 她又不会真的杀你 奥辉 希望取回身体后 你这一生 都能平安摔碎 对不起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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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 没有 走吧 走吧 老辣 再跟我走 我这算是被她拒绝了吗 我要给她一点时间 等她 在等我吗 又来了 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 神出鬼没的出现 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 她不是已经情分深重 龙主 你忘记去许剑吧 我们来不得把这两个灾线 赶出龙谷 龙主冷梦又强大的样子 真帅气 你看 狗狗开心 你认真点 我很认真 从前 有一名隐士 叫 北郭先生 杨慧 你约见了 我知道 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 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 是 谁又如何 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心疼 龙谷 那不就是你的老家 你要带我回老家 吃你的饭吗 天药背负了这么多 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杨慧 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 该如何不嫌 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 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就是了啊 这龙谷 原来这么漂亮啊 你喜欢吃什么 吃什么 我不喜欢吃 啊 还有人不喜欢吃 算了 算了 第二个 你喜欢喝什么 鹿猪吧 鹿猪 你最喜欢的颜色呢 没有 黑色 黑色是不是 你总是穿黑色的 今天没穿 没穿 天药 在我们悬门 只有丈夫 才能给妻子梳头 我喜欢上他了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我忘了 我还没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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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